玉龍日常汽車他們發表了旗下的小改款Tiana Tiana也是一個小改款 這部車其實一直都是銷售前十名的資優生 他們推出了小改款車型 到底改在什麼地方 我們聽聽看業者怎麼說 OK 大家好 今天是Tiana MoneyChange新車的發表 那這次發表的主題在於 我們推出了最新款的3.5的旗艦車款 它的改款的幅度是比較大的 那Tiana在台灣市場兩年以來 一直獲得台灣高階主管一致上的認同 所以我們因為有這樣的市場上的回饋 這次在於改款的重點上面 特別著重在於外觀讓它更成熟穩定 外觀看起來的氣派感更足 這是改款的重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燈 在一些飾調的設計上面 另外一個3.5旗艦車款的改款重點 在於這次導入了這個無段變速 XCVT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我想它是台灣當今在傳動科技上面 最領先的一個科技 它不僅在動力的傳輸上面 在這個換檔的零頓措上面 甚至在現在消費者最重視的省油性上面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那加上3.5這樣的旗艦車款 消費者在意的是它的引擎動力的傳輸 所以我們把XCVT的系統加上手製牌的設定 讓消費者除了在一般的巡航當中能夠悠遊自在之外 在他需要有一些駕駛樂趣的時候 也能夠從這樣的手製牌系統當中獲得 他自己個人的一個樂趣 那除了這樣的重點之外 還有一些內部比較細緻上的一些修飾件 比方說燈光的運用上面 我們特別加強的這個夜間 這個柔和燈光的處理 讓這個整個門把手啦 讓這個整個中控儀表的燈光能夠更柔和 然後想所有的處理 加上提安娜原本在於寧靜方面非常卓越的一些工程表現 那結合著商品力 結合著這樣的一個外觀更成熟穩健的一個造型 然後想我們因應市場上消費者 對於這部車的一個要望跟需求 我們特別推出了這次全新的改款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次的全新改款 能夠讓提安娜在國內 國產車這樣的一個旗艦的定位 能夠更加的鞏固 也希望能夠進一步回歸消費者對於這部車的一個期望跟要求 我們謝謝陳經理 江神我們再仔細的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改了什麼東西 我們從外觀內裝告訴大家 來來我們先一下一下念出來 外觀 首先它改了投射式的大燈 它那個霧燈也變成方形的 你看喔 霧燈就變方形了 那水降護照也不一樣 然後加了LED後視鏡的方向燈 那葉子板那個側燈啊 方向側燈啊 也換成透明的燈罩 那後保桿呢 增加了新的鍍鉻飾調 那這一點再最後一點就很重要 它排氣管呢 之前的提安娜排氣管本來是隱藏式的 那現在變成外露的 外露誰不就是 應該說看起來 雙圍管這樣子兩個 排氣管在後面看起來比較霸氣 我喜歡這樣子 對 它之前是藏在裡面看不到 不要不要藏在裡面 對 如果你剛剛講投射式大燈 是 那是不是它沒有AFS的功能呢 大家現在都流行講這個 對 但是它是頂級車款才有AFS功能 可是那天我們在會場上看到 它並不像是 它有點像類似CO-3那一種 轉向輔助燈 它大燈的光速是不會轉動 那天我們看到畫面是 所以你轉向的時候 旁邊側燈會打開一個側燈嗎 對對對 原來是如此的 再來是內重的部分 它門板現在改採了真皮的包覆 而且在門板上面 有增加LED的照明 所以在晚上開設的時候 會感覺 呃 怎麼叫 比較 氣氛啦 它所謂的氣氛燈 氣氛燈 感覺比較高檔 首先進到車子裡面 除了這個氣氛之外 你看得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對對對 開車不再是那種烏漆麻黑了 那多多亮亮的燈其實很漂亮 也不要太亮對不對 對對對 要適度就好了 是的 好 整個的氣氛的感覺 讓你進去有好心情 是 那相關的一些 HMI這些當然都會在上面 它現在把HMI科技平台 就是所謂中間的中控台 空調音響這個整合這個平台 還有iKey 第三代iKey 智慧型鑰匙 還有多功能方向盤 都列為全車系的標準配備 現在都是標準配備 對 那在比較高的等級上面 它像定速系統 ASCD的定速系統 也已經出現了 也是變成標配 但是比較豪華的 那個車型上面 是在哪一款車 OK 那像應該是在2300cc 它的SS車型 比之上 它的就是售價 945,000以上的車型 應該就會配置這個 多功能方向盤上面有定速系統 這樣子 我們另外看小改款的 Tina 3500cc的 除了這個 我們看到它配備的這個 無段變速系統 是 其實它整個動力系統 就是跟進口這個 Nissan Murano 這部SUV的動力系統 完全一樣 好 3500cc 現行 呃 配置了一個 無段變速系統 嗯 讓它有 雖然說它3500cc 可是它卻比以前更省油 動力傳出更直接 好 而且它現在 特幣附上了六速啊 這個 呃 這個 手自排這個功能 在這個3500cc上面 對 雖然說是無段變速 可是它 還是有檔位可以換 讓你想像操駕的感覺 讓你比較不會那麼突兀說 如果說你剛剛入主這部車 不會發現說 奇怪這部車怎麼沒有檔位 不過在1月24號上市好 我們稍微把它的價錢 再跟大家列一下 是 來看看它的詳細的一個價錢 呃 2300cc是主力 它的主力車型 車價是89萬9到99萬9 好 那 最頂級的3500cc車型 是從119.9萬 然後到142.5萬 欸 這邊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數據 是 那2000cc是799萬 是 Selfie的頂級車款 也是這個價錢 2.0的 799萬 頂級車款 從這邊可以看出這個車廠 那麼細膩的操作 嗯 我們 根據我們採訪陳俊經理 就是裕董 剛剛那位受訪者 他說 他們 把 價錢一樣 可是他們把Tiana定位為豪華的車型 比較豪華 你需要比較大的車身 比較氣派的外觀 就買它 買Tiana 嗯 價錢一樣 79萬9 那如果你是那種自駕型的 你就會買最高等級的Selfie 嗯 而且Selfie有個優勢 嗯 你剛剛講的這個XCVT 動力 無段變速系統 動力 在它的車上就有 對 那是因為Selfie它所搭載的 MR20系列這引擎 呃 是最新的引擎系列 好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Tiana的2.0 跟2.3 V型6缸引擎 那是屬於比較舊的引擎系列 所以說它沒辦法跟這個 無段變速系統 變速箱搭在一起 好 所以說 Tiana小改款 只有3500cc最頂級的車 才有無段變速箱 買車要買什麼 買車要去做比較 對 我們就會幫你仔細的比較出